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他来了一拳 佐助被打得嘴角流血 一口血吐在了明人的脸上 随后 佐助抓起明人 一记重拳 把他打落在水里 明人也不甘心 从水中跳出来决定用手里剑偷袭佐助 没想到 佐助的手里剑玩得更了 直接用丝线困住了明人 还想放出火 想烧死明人 明人直接从火中冲了出来 暴揍了佐助一顿 佐助反击 把明人打倒在地 明人这次真的伤心了 对佐助说道 我们之前做过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吗 佐助说 这个意义就是我要打败你 然后两人各自发动大招 佐助开启了血轮眼 驶出了千鸟 明人使用了螺旋丸 在一阵爆炸后 两人都倒在了水中 佐助也很吃惊 这明人明明是个吊车尾 竟然能抵挡我的权力一击 明人也很伤心 我那么爱你 你竟然又伤了我 紧接着 佐助发动了众意 想要一举干掉明人 一发火盾 凤鲜火喷向明人 在明人躲闪之时 杀猫大的拳头砸向了明人脸上 在明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 佐助已经抓住了明人的衣领 一发千鸟 插入了明人的身体 想起了想时候 他和丁子录完一起玩耍 等放学时 大家都被父母接走了 只有明人孤独地站着 在回家的路上 明人见到了佐助 那个和自己一样孤独的小男孩 明人认为自己和佐助是同一类人 是从小就没有父母的孤儿 想到这里 他一定要挽回佐助 体内的红色茶克拉喷涌而出 久违强大的力量看傻了佐助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明人 明人也不给他机会 直接就冲了过去 一拳打得佐助直翻白眼 我估计这一下二柱子都要怀疑人生了 但是佐助也不弱 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好伙求争取时间 可惜被明人追着打 你还别说 佐助的适应能力很强 很快就调整了状态 明人的一切攻击都被写轮眼看清 明人再次被干翻在水里 这下天晴了 雨停了 二柱子觉得自己又醒了 他抱住明人 来了一个蹲地树 把明人的脑袋插进了土中 差点没把明人的脑袋看了瓢 这个时候 九尾看不下去了 将力量给了明人 明人拥有九尾之力 开始逐渐尾瘦化 红色茶格拉包裹住全身 此时 佐助的血轮眼已经看不清明人的动作 佐助惊恐之下 赶紧打开了昼印 随后 两人便在柱间和斑的石像下打了起来 看着架势 很想要毁坏石像啊 紧接着 佐助再次使出七秒 明人也再次使出螺旋丸 两人向着对方冲去 龙旋王和青鸟撞在一起 产生巨大的爆炸 在爆炸的一瞬间 两人的手仿佛紧紧牵在一起 同时 两人的脸上都养映着幸福的微笑 大战过后 雨过天晴 佐助看着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明人跪在了地上 面对这个心安的男人 他并没有痛下杀手 等卡卡西赶到 佐助已经挣扎地离开了这里 却投靠大蛇丸了 只剩明人倒在地上 本期互动话题 测试你跟火影中谁一样帅 手机截图或按下暂停键选中图片 告诉我你们的答案吧